大家好,我是Johnson,现在在我身后的其实就是在建设中的 MRT Kujai Lama 啦,就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在这里呢? 因为今天我们会来看一下一个非常非常靠近MRT Station 的 Service Residence啦,那它的名字其实就是Far East Residence 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桶啦,而且 Far East Residence 将会在于2021就会竣工了,就在年中六七月左右 所以来,我们一起去看! Far East Residence 其实它只有226间而已,非常的低密度 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就是 Ground Floor 其实底楼就是它的Lift Lobby啦 而一楼到九楼就是它的Car Park 十楼 第28、29、还有35、36都是Facility Level 而在这里第11楼到第34楼都是住家单位,而每一层只有8到10间 Far East Residence 的地点其实就在Kujia Lama 真正吃点心的GS Club 各地而已 而它的对面就是非常繁忙的Kujia Entrepreneur Park啦 Kujia Entrepreneur Park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区 除了一大堆的美食之外,还有银行 Office Peng Leng Zhang的NSK Kujia Lama 而且每个星期三还有Basa Malam可以去走走 而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啦 有些人会比较关心的是Ajinomoto的工厂其实就在附近而已 他们就怕附近会有异味 其实Ajinomoto公司已经在Furong买了一块地 来建设他们的新工厂 在2019年开始 东宫预测会在2022年3月进工 到时候他们就会搬过去啦 而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有提到 Far East Residence 距离MRT站 只需要30米而已 既然那么靠近 我们就一定要了解更加多啦 这个MRT站的名字叫 Kujiai MRT Station 是位于MRT2的其中一个站 从Pujiai Jaya一路连接到Sedang还有Sungai Bulu 这里只需要一个站就可以到达 Bana Malaysia Selatan的MRT Station 而这一个站将会是一个 interchange between MRT 还有通往新加坡的 High Speed Railway 而Kujiai MRT Station到TRX MRT Station只需要4个站而已 Toon Raja Exchange TRX 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国际贸易中心 占地70 acres TRX 除了有办公楼 还有少数的住宅项目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购物商场 TRX 也是目前为二 的interchange between MRT Line 1 还有MRT Line 2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 Far East Residence 的 layout 在Far East Residence 我们拥有三种设计 它的尺寸是从 657方尺 到1107方尺 而我左手边这里的就是Type A 其实大家对657方尺有什么概念呢 来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而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厨房了 所以你看到的现在是这个橱柜设计 除了这个 洗衣机 还有这个冰箱以外 其他都是包括在里面的 另外一个Far East Residence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单位 也是有自己的阳台 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单位设计 就是我们的Type B啦 Type B是864方尺的 而且它是有三方两侧 走我们一起去看 而这个单位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两边都有着橱柜 我们现在在的单位就是Type C 这个Type C是有1107方尺 而且还有三方三侧 而我现在站在的位置右手边这里其实是一个空位 所以你可以像这里做成一个小吧台 或者是说把这里做成一个小厨房 而我左手边这里就是厨房了 厨房的话 橱柜上下 还有这一个Hook and Hood都是有包括的 而这一个单位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后面这里 它还有一间厕所 是比如说你的客人来到的话 他们可以在这里使用 而这里的客厅可以看到它的阔度是差不多10.5尺的 而这里如果你是买Type C的话呢 它的方向都是对着这个基隆坡市区的 好了刚才就是我对5S Residence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低密度的公寓 想要在2021年里面拿锁石 而且你的工作地点比较靠近 MRG Station的话 那5S Residence会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公寓啦 而且刚才我也是有提到 Igitomoto厂其实也是要搬走了的 所以如果它搬走的话 那里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空地 那戈壁其实就是MRG Station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发展空间啦 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这个project的话 欢迎PM我 而且如果你喜欢这一个video的话 请记得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下次再见